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又再去跟進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 在12月14日的時候 選舉人團就會進行投票 而去到明年的1月6日 美國國會就會召開一次的聯席會議 在這一場的會議之上 就會對於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進行認證的程序 今天華盛頓郵報有報導 原來他們向249名共和黨籍參眾兩院議員 發出一份問卷 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調查 這份問卷一共有三條問題 根據他們的調查所得 原來有222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 拒絕承認拜登當選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一起去檢視一下 這份問卷的三條問題 第一題是 究竟哪一個是贏出了這次的大選 有27人就答拜登 有2人就答特朗普 但是有220人就是沒有答案的 第二題 到底你支持還是反對 特朗普持續努力去爭取勝利 有9個人就反對 有8個人就支持 232人是沒有答案的 第三題 如果拜登 是在12月14日那次的選舉人團投票當中 是拿到大多數票數 到底你會不會接受他 是已經合法地當選了成為美國總統呢 有32人就答是 有2個人就答否 215人就沒有答案 從這份問卷調查的答案 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在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當中 主流 仍然就是 持著一個觀望態度 他們雖然就沒有完全壓住了在特朗普那邊 但是也沒有承認拜登當選 這個起碼來說就是一個好的現象 好過有些英仔 有些賣主的猶大 就走去承認拜登 這個起碼 他們還是15、16 還在猶豫當中 到底他們在猶豫什麼呢 其實 有幾件事就是很決定性的 第一 就是到底那些官司 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時候 究竟是勝訴還是敗訴 第二件事就是 到底能不能夠成功推動到 在州議會的層次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第三件事就是 自從喬治亞州某個票站的官票片段 流出了之後 其實就引起了共和黨內部 乃至是民間的嘩然 因為這條片段正正就是一個非常之有力的證據 證明得到今次的大選的而且確 是存在著一些選舉舞弊的行為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哪一個都沒辦法否定得到 甚至乎連喬治亞州州長布萊恩都轉體 特朗普法律團隊五次向他提出要求 說要檢驗那些郵寄選票 他五次都拒絕了 這條片一出 他馬上就說 那些郵寄選票的確是要驗一下他的 就叫州務卿馬上拍板要驗 所以這條片事實上就是 一石激起千層浪 主流媒體當然就想照顧市物品 可以不報的就不報 所以大家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未必會知道這件事 當然我們昨天已經說了 好了 這條片出來以後 鮑威爾律師和朱利亞尼律師 他們就宣稱 對於這些有力的證據 是陸續有來 只是一條冠票的片段 就已經可以引來這麼大的迴響 何況說陸續有來的 有力證據 肯定會很爆炸性 所以我就相信 現在在這份問卷調查當中 不作答沒有答案那班國會議員 其實他們就是 不想在目前現在這個階段就壓住 所以就暫時拒絕表態 如果有更多有力證據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這一班的不表態的國會議員 他們一定都是會歸隊的 無論是自願也好 還是被迫也好 因為你面對著這麼多 選舉舞弊的證據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上就沒有空間給你去回旋 如果這樣都可以繼續倒戈雙向 來認證拜登當選的話 那個國會議員就等同於 政治自殺 是宣佈自己的政治生涯 到此為止 當然話又說回來 我必須強調 1月6日這個 國會聯席會議的認證程序 其實就是和平手段當中的最後一著 首先就要搞定了12月8日那個選舉人的產生 然後就到12月14日的選舉人團投票 以及還有很多官司 將會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這兩樣的戰線 其實仍然是進行當中 只不過 以Mo Brooks為首的眾議員 他們就想買定保險 萬一 選舉人團投票 出現了 不理想結果的時候 去到國會的階段 還有得慢 這個就是和平手段當中的最後一著 當然如果說要使用其他手段的話 其實特朗普的操作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我相信作為一個這麼愛國的總統 特朗普無時無刻都很想利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場的選舉爭議 只是看他怎樣來解決國際矛盾和紛爭就已經理解得到 他盡量採用一些非戰爭手段 好了 究竟現在特朗普和共和黨之間的關係 是發展成怎樣的 有些主流媒體就繪形繪聲地報導 說特朗普已經是成為了共和黨裏面的一塊半腳石 很多主流派的共和黨人 還嘗試和特朗普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但是究竟事實是不是這樣 似乎現在看得出不是 為什麼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喬治亞州參議員的席位補選即將舉行 在昨天已經舉行了一次大型的造勢活動 特朗普總統有份出席 而且還發表了一場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說 而且其中一位的候選人 特朗普也很支持特朗普 詩問 如果特朗普真的好像那些主流媒體那樣形容 說在共和黨內部已經失了勢 為什麼他還可以出席到 喬治亞州那場的造勢大會 照顧別人不讓他去才對 如果失了勢 所以那些主流媒體說的話就說不通 況且其中一位參議員候選人 柏道 他也是多次在公開場合 支持特朗普 而且還支持他就著選舉舞弊的指控 提出法律行動 以及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那又不見這位柏道 是要跟特朗普保持距離 他在一月初的時候就要選舉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好像那些主流媒體說得那麼差 照計這個柏道 撒太極也要撒走特朗普 還怎麼會找特朗普幫自己站台 幫自己做宣傳 那就證明得到 特朗普在民眾之間的支持度仍然是非常之高 因為特朗普的選票全部都是真票 而不是冠票不是作弊不是出千得回來 所以這位柏道的取態就是一個非常之強烈的訊息 也是駁斥了那些主流媒體 如果大家這幾天看那些主流媒體 他們就會集中報導特朗普那些官司的敗仗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朱利亞尼也說過 在州法院的層次 基本上就沒得贏 他們一心都是想著 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現在就準備進入這個階段 那些報紙也不去提 一邊就說在那個州的法院輸了 那你只是補這些沒用 幾個州的州議會 先後已經搞了多場的聽證會 他們不敢報 因為那些人證的作工實在太過驚人了 好了 至於州議會說要收回選舉人任命權那條戰線 那個進度是怎樣 又不報 好了 前幾天 喬治亞洲那條的冠票短片 他們又是不說的 現在眾議員Mo Brooks 就想發動 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當中 守美門 他們又不說 他們只是說一些對拜登有利的東西 或者只是說 這個賀錦麗 他就已經委任了什麼人 進入辦公室 諸如此類 只是賀錦麗 到今天都還沒辭職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給那些主流媒體 誤導了才好 好了 最後就想說一下 現在又有25位的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 聯署 速請司法部長巴爾 去查一下選舉舞弊的行為 根本上就證明了這個巴爾 是繼續不作為的 如果不是那些國會議員又不會向他再踢多一腳 大家記得了 在兩個星期之前 有40多位國會議員聯署叫他做事 總之踢一踢他就動一動的 他真的有做到一些事 但是始終這個人 我認為他對於特朗普不是那麼忠心的 他在老布殊那個年代他都做過司法部長 是老布殊的家臣 小布殊就跟他不對 因為小布殊就想推他弟弟結布布殊 去參選美國總統 而被特朗普贏了黨內的初選 所以他一直都懷恨在心 好了 那你現在這個巴爾 究竟你是為著哪一個來服務的呢 你是司法部長來的 早幾天他就對著那些媒體說 說至今都未能夠發現得到 能夠影響結果的選舉舞弊行為 他說完這番說話的 第二天 喬治亞州那條冠票片段就出來了 根本上我認為 如果這條片 本身就已經是特朗普陣營所掌握著的話 根本上也是特朗普放出來逼這個人做事的 那些選舉工作人員 一打開個行李箱 整個行李箱都是選票 那裏夠多票嗎 可以影響到選舉結果 可以查 所以我認為這條片 所流出的時間點 是有些東西的 這個巴爾你不能不去正時 是不是呢 你再不去正時的話 根本上這個 就是奸臣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